各位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最近有人问卡洛斯 为什么最近一直把小燕的歌曲 搬运过来西瓜头条这边 是不是你自己偷懒不想拍视频呢? 做搬运工当然有原因 今天跟你讲讲这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西瓜头条抖音 是同一个家庭 头条西瓜就好像老爸老母 而抖音就是他的儿子 基本上他们现在的视频就可以通过了 就以我自己来说 每天我出视频 都是在西瓜的平台 用创作平台发放出去的 在这里发布视频 基本上当我参加了这个中视频伙伴计划 视频是将在西瓜视频抖音 今天头条同时发布的 同时享受多个平台的创作收益 但相反来说 我发觉抖音那边的参与者 他们那边发放的视频 是很少在西瓜这边看到的 正正因为这样 天残变就告诉我 他没有玩抖音 所以他从来没看过小燕 明天会更好这个完整版 于是我就做了搬运工 所以说我要搬运工作 我给你看香港也有不少人 懂得小燕这个网红过手 为什么 我记得我去年在头条发布完 靠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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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叉靠叉靠叉靠 靠叉靠叉靠 香港有朋友都告诉我 咦 你填了这首歌 我弄了头 香港人会看头条 会看西瓜吗 原来不是 他们在油管上听到小燕唱的版本 不信 大家一起看看吧 这里是油管来的 看到小燕的样子吗 就是说除了我去搬运 还有人搬运的 不可以 世界轮流转 现在油管 反而可以继续有这个视频 反而在西瓜头条抖音 被人落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往一向是油管 比西瓜和头条厌的 我们放一些改编歌上去 无论是搬运 或者你自己改编 都没有收益 但是怎么没有收益 都不会下架 而只会在我的油管账号里面 逢亲我改编歌 就写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任何你剪辑了一两句的 歌词 旋律 什么都好 它都会标注为 不符合资格 拿收益 但是不要紧的 我在油管上面 都主要是为了 多些人认识我 大家可以看看 我在油管上面 今天 原来很多人听的 看到吗 算是多了 每个月都有成千人看 而且一直上升的 总管上厕所也有万七人 当然 预计收益是零的 因为我是用了王庆元的歌 所以是标注为无收益 但是不要管 因为这首歌 有一万七千人认识了我 而且一直不会下架的 这首歌 对我来说的意义都很大 因为代表了我过去的三十几年 在另外一间学校的生活 点滴以及成就 大家听过我唱的版本了 那这个星期六 我会请另外一位朋友仔 来帮我演唱出来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好了 今天我分享的是这么多了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只要关注点赞 还有转发 拜拜